我們現在因為地面都結冰了 所以車子開不上來,走路也好難走 可愛的小木屋 雖然地點比較深入一點 好,來看一下我們這次住的地方 一個小木屋,很可愛的小木屋 三人床 喔,我們這樣一房一廳是不是 對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櫃子 哇 可以掛一個外套什麼的 就是一個玄關 哇,我們這個好大間喔 一個大浴室 哇,住得真好啊 我們這樣一個晚上多少錢啊 哇,我們晚上可以好好好在這邊看電視 好棒喔 那我記得我們這個一個晚上應該是三千四千左右 對啊 不會到非常貴 呵呵 那麼多間 它給我們這個看起來就是一個家庭房吧 對啊 這邊還有一個雙人床 唉唷,這間其實我覺得不錯耶 蠻推薦的 嗯 目前我覺得很不錯 適合四人 或者是一個家庭來 嗯 或是一群朋友來 都還蠻適合自己的 哇,很棒耶 很漂亮耶 旁邊早上來看 你看我們這個地板 木頭地板 木頭地板 整個就是木頭小屋 嗯,好可愛喔 然後這裡一定有廚具 你看,廚具滿滿的 雖然來的路上呢 我覺得很可怕 其實只是因為天氣不好 然後地上有結冰 所以我開起來覺得蠻害怕 但是 哇,這裡面的一切 都是很棒 嗯 你看它這裡不只有廚具之外 它還有洗碗機耶 它這裡面有烤箱 哦 今天晚上很適合 把我們的披薩 跟烤雞腿弄熱 對,咖啡雞跟咖啡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晚餐 是一些剩的東西 在這裡面的水平 對,咖啡的東西 但是什麼時候 如果我這樣會請你 一會兒 就這樣會不會 你讓我來 吃嗎 好 我來 我來 自己的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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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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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那我們今天要準備去往 Rowport Island最南邊的一個小鎮 它叫做A鎮 全世界最短名的小鎮 那我們昨天住這個小紅房子 我覺得很不錯耶 它適合四個人來的話一起住 因為它有四個床位 它在這裡也蠻適合來這裡夏天的時候度假 住很多天的那種 因為它這裡有非常多的活動可以玩 就是小紅房子的下面就是木造的 一直一直的那種在海裡面 就可以旁邊有一個平台 夏天的時候就可以跳下去玩水 然後滑獨木鐘什麼的 夏天來感覺很棒 然後冬天來的話就是很美 冬天來就是看雪景 可惜就是兩間的房間裡面 睡覺的房間裡面 它是沒有暖氣的 暖氣是在一進門的那裡 跟廁所也有 客廳也有 可是也是蠻溫暖的 但就是四個人來住的話 一個人大概一千多而已 就非常便宜 然後看一下冬天 哇 冬天外面這個景色就很便宜 是在Lofoten Island的最南邊 然後是全世界城鎮裡面 它最短名字的一個城鎮 就是Air 你看它這裡就有一個城鎮的地圖 一個小小的城鎮 網路上很多人在這裡是融會的 然後我剛才散完看 不確定今天有沒有開 那邊有一些吃的啊 咖啡啊 還有Bakery 在那邊 就是在這邊啊 然後後面這裡 就有很多的活動可以參加 那是搭船賞金啊 還有玩那個 滷蟲 偷懶啊 風帆啊 潛水啊 也都有 你看很有趣喔 它這個房子上面指標二號 對不對 你看這個地圖上面 它就叫說二號是什麼 搞笑 結果沒開門 那這裡啊 可以來這邊吃肉粿捲 有機會的話可以來 剛剛吃肉粿捲的對面 這裡也有一個卡牌 然後它上面也是說 Winter Coast 它是說 它是冬天就沒有開門 然後它就說 2023年再見吧 呵呵呵 這間啊 這間就是很有名的 來這邊大家都來 這一次肉粿捲的店 是這間哪 嗯 那我們現在來到一個 雷納觀景台 然後就是在搭渡輪的附近 它這邊有寫No Camping 呵呵呵 你剛剛還是在那邊說 這裡超適合Camping的耶 沒錯 呵呵 一轉過來就覺得啊 這裡是個好Camping的地方 對 我們現在下一個景點 我們來到這一間叫做安寧 這個景點 然後這裡有一邊吃漢堡的 魚 魚的漢堡的 它這個房子就黃色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然後外面就有船 它有時候會在那邊曬鱈魚 就像我們去蘭魚一樣 曬那個魚竿 我進來就有很多魚竿在這裡 它這間店主要的餐點就是有賣魚的漢堡啊 然後有一些甜點啊 點心這樣 然後還有一些像沙拉 很簡單的沙拉這樣 然後還有一些紀念品 它這裡還有自己做的果醬 然後還有主要就是它那邊有一些 魚子醬啊 鮭魚的商品這樣 鮭魚的商品 鮭魚相吃 是嗎 是吧 好想吃吃看喔 鮭魚的吧 鮭魚的吧 這裡還有鮭魚 這裡耶 這些看到這些都是鮭魚 這些看到這些都是鮭魚 這是最好賣的 這是鮭魚餅 鮭魚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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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點了一個三文魚漢堡 199 成這樣3.125 就是600多塊錢 對 然後它剛剛旁邊有一個試吃的 然後我就去吃 然後吃的第一個是鮭魚餅 正常 然後我後來又吃旁邊一個黑的 然後我就覺得 好噁 好噁心 然後我就吐出來 它這邊的價錢 漢堡 就是最便宜是169 然後到最貴是229 然後撒西米239 湯呢229 229 湯呢就是755塊台幣 好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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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這個魚肉 蠻厚的 蠻大的 然後這個魚肉 天鮮貴 然後它這邊還有Dressing 還有這個漢堡 它那邊有很多的魚漢堡的種類可以選 然後有的有蝦子 最貴的到200多塊錢 對 700多塊一顆漢堡 對 可是是蠻豐盛的 又買多塊的漢堡 對 嘿 欸 就是魚漢堡啊 呵呵 我覺得它可能是鱈魚排之類的東西 喔 不錯啊 我覺得蠻好吃的 可是這個蠻貴 非常貴 對 因為在這個島上 應該是什麼東西 都是從外面運過來的 可是魚應該是在這裡的吧 嗯 上面是鮭魚 下面我猜是鱈魚 因為這邊很多鱈魚 對啊 其實還蠻好吃的啦 越遠點一個話 就真的是太貴了 呵呵 我們現在吃完我們的漢堡之後呢 我們來到巨蟹漢堡的地方沒有多久 這邊有個拍照 對啊 超美的欸 然後後面看到的那些呢 就是鱈魚的地方 這裡的鱈魚 在這邊是鱈魚 然後 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 我們這邊過橋 看到橋就只有單線到 所以它都有紅燈 對 前面的車子過來的時候 它就是紅燈 那等到沒有車子的時候呢 它就變綠燈 就換我們走 對 這座橋開過去是超漂亮的 好 可以待會開幾趟 然後我們現在在一個小島上面的一個小鎮 然後它這個小鎮是一個很好拍照的景點喔 它這裡就有很多個小紅房子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拍照點 天氣好的話大家就會拍這裡 然後 水面是平的話呢 就可以看到倒影 現在下雨 現在是下午了三點半 外面幾乎天黑的 對 然後店的關了 可能也是因為今天31號 對 很多店都沒有開 對 嗯 這麼看起來不錯喝 我們現在在Leknes這個小鎮 它這個小鎮有比較多的東西 有大間的超市啊 還有Shopping Mall 然後有一些咖啡店 還有一些小店這樣 相較其他小鎮來說 這裡算大一點 大鎮 熱鬧 然後我們昨天搭船的時候 也有 也有一站是停這邊 嗯 4分鐘 4分鐘 你喜歡嗎 我喜歡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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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今天我們來住的這一間呢 是叫做Furu Hostel 它這邊就沒有電梯了 嗯 然後我們住的 然後今天晚上我們住的這一間是Furu 它是Hustel 嗯 然後我們住的是這一間 那進來的時候呢 在門口 他就可以拿一張這一個東西 好溫暖 真的好溫暖 好性感 好望 好 好 來 我 那 也 好 我